記者媒體蜂擁而至 麥克風用力往前寄 一年一度大陸兩會對媒體來說 不僅僅只是採訪而已 還是個耗費精神的體力活 不過拜科技之次 現在兩會採訪 不再用事後錄音打字 只需要下載手機APP 就能輕鬆將語音轉成文字 各位代表 奮鬥創造歷史 實在成就未來 即時轉換文字 輕輕鬆鬆記錄下 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三個小時的工作報告 這款即時記錄APP 是大陸國產研發的 合成語音應用程式 還能支援22種不同語種 在這個時代中 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們的語音和機器的交互 讓他要能聽懂我們講話 自己能說話 能翻譯 還能接受各種干擾 參加此次會議的 境外代表團已全部抵精 而不只採訪新聞 有最新科技 現在就連播新聞 都有AI主播可以代勞 13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和全國政協13屆二次會議 將分別於3月5日 和3月3日在北京開幕 為了能讓嚴肅的會議 吸引更多民眾關注 今年大陸兩會黑科技進出 會議宣傳也更親民 不僅由以親民善合圖 重點式的政策宣導 更用英語嘻哈來吸引年輕族群 都讓高大上的兩會 顯得親民許多 記者 陳正茂金屬清外燒安 綜合報導